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子茹 又是一期极客型栏目 那么作为一档汽车科技类的节目 极客型的使命就是要从科技的角度切入 去解读一种以汽车为核心的科技生活方式 今天的节目比较特殊 明明是一档汽车节目 但是公司的同事就跟我讲 让我做好准备 做一次世上最大的智能机开箱 不过所谓的智能机 既不是手机 也不是电脑 给到我的 则是旁边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怎么样 我站在旁边 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历史上最大有多大了吧 估计咱们今天这个片厂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塞进去 看到这儿啊 我才心里边放了一块石头 还好没跑偏 我们确实是一个汽车节目 如果说你也好奇一辆车到底可以怎么智能 智能在什么地方的话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完成这个Zilla市场的最大开箱体验 这次呢 我们体验到的呢 是极力D豪GS最新的智能车型 那么我作为一个颜值至上的消费者 D豪GS在外观上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能够抓住眼球的 这种偏向个性化的跨界设计呢 在SUV优秀的驾驶视野和轿车的灵活性之间 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同时呢 也兼顾了造型和功能性的需要 那么前边呢 在保持着这个水滴连衣隔山的这种家族性的标签的同时 也可以看到整个车在设计上呢 融入了更多的运动和时尚的元素 像这个锐利的鹰眼的大灯啊 18寸的轮污啊 还有这个红色的这个刹车卡钱 还有这个侧面 收敛的腰线呢 到后面整个瀑布式的收尾 都让整个这个车身的轮廓和设计颜值上呢 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能够满足现在年轻消费者喜欢的这一种个性和张扬的诉求 那么在瞄准当下年轻人喜好这一点上 我觉得它还是做到了 而在这个内饰方面呢 可能我被这个同价位的合资车教育的差不多了 本来觉得这个价位上就不要追求什么精致了 是吧 但第一次坐在这个车里边呢 还是有点错觉啊 地豪GS的内饰呢 除了在设计上更加贴合现代简约的这个趋势之外呢 在材料的选择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还是蛮用心的 那么整车的这个内饰呢 基本采用的是这种皮质的包裹和软性的这个糖素材料 在这个塑料板式上采用的是这种ILS的膜内嵌膜的技术 看起来呢 会更加的有种运动感 而且呢 也比较的耐用 长期的日晒的话呢 也不会褪色 那么内饰整体的做工的手感呢 还是很不错的 这样的表现在同级车里面可以说算是很突出的了 那么看得出地豪GS呢 在凸显自己更加年轻化的同时呢 也在尽可能地做到年轻消费群体所日趋去追求的那种精致感和品质 那毕竟呢 我们这是一档科技汽车栏目啊 还要把目光集中在它最能体现我们科技生活方式的地方 那么这一次制连行的重点呢 就是在这个一体式的车机的中控里面 那么它这个中控呢 采用了一个8英寸的720P的全贴合的屏幕 而且是支持多点触控的 那么在带来更加优秀的这种视觉效果和触控体验的同时呢 整个吸屏之后 看起来整个车机的面板呢 也会更加一体化 不会有像这种普通屏幕 因为空气隔层带来那种突兀感 这个大家看我们的手机类的视频多了之后 应该能明白这两种屏幕的这种视觉差异 它也会更加贴近整体的设计风格 那么这种触控的按键虽然说好看啊 但是在实际操控的时候 大家开车应该都知道 实用性方面确实是不如实体的按键 但是呢 这个如果你熟悉过来之后呢 也会不用担心太多啊 就根据我个人的体验来看 这辆车既然叫做质连车型 那么这次带来最重要的两个改变 就是这个智能语音和4G网络的加入 车机呢 虽然是触控按键的设计 但是加入了整个的这个语音的交互系统呢 它基本覆盖了整车所需要的操作的所有的内容 那么搭载的呢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迅飞语音3.0的语音系统 那么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边 你对这套系统呢 做了一定的讲解 实际上呢 这台车子的体验看起来的话 它的响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除了你可以像打电话 听音乐这些基本的功能 还有导航 那还有一些算术啊 笑话闲聊等等这些功能 那当然除此之外呢 我还发现了几个比较有趣的地方 除了像默认的你好弟好这样的这个换行指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换行指令进行自定义 你比如说 你好弟好 在呢 那么有些人呢 之所以会抗拒使用语音操作 那就是因为这些固化性质的语音指令呢 说起来多少会让我们觉得有些尴尬是吧 但是像这样 你可以把这个换行指令 换成自己比较熟悉或者比较亲切的一些称呼的话呢 在一定方面上来说 一定程度上 可以消除消费者对于语音操作的这种抗拒感 那么除了换行指令呢 在语音方面也加入了很多种的选择 甚至包含了一些方言在选项里面 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这个功能呢 还是有些欠缺的 因为方言的发音呢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那么方言的录入准确率就明显不如普通汉高 毕竟在语音识别里边呢 方言的识别是一项很复杂的工程 因为很多地方的方言是隔几公里就变一个样子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地豪GS合作运营商呢 是移动和连通 所以说我们相信在网络覆盖和连接质量上来说呢 应该是很有信心和保障的 而这款车的这个车机的联网能力呢 也达到这个开车4的这个接入等级 在数据传输能力上来说 可以说是等同于智能手机的水平了 那么网络能力的这个加入使得整个语音的服务 不再仅限于车内常见的导航啊 听歌这些基本的操作 一些生活化的服务也可以覆盖得到 那么具体体验怎么样的话呢 我们还是需要去路上尝试一下 开车带着朋友出去吃饭呢 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 一般我们可能会先掏出手机啊 这个查个餐厅啊等等 可能看了半天也决定不了吃什么 而这台地豪GS的质连行里边呢 你只要问他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他可能就会通过大众点评的这个数据呢 来给你推荐一个附近评价比较高的餐馆 那么还包括他的这个垂巡的电话和导航这些信息 OK 那么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小地方啊 就是在这个语音不报的工程当中呢 你是可以把它进行打断的 你比如说在选择餐厅的时候呢 我选了个麻辣小龙虾 OK 然后才发现有朋友不能吃辣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取消来进行这个打断 返回 重新再进行选择 这样呢就降低了我们的整个这个操作成本 避免了我们这种无谓的等待啊 因为这种等待的时候 那说完再去说话其实还是很尴尬的 那么对于整个语音体验来讲的说 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加分项 那么同样的呢 像天区一报啊 新闻啊 股票啊 这些生活资讯 都是可以通过语音非常快速的去查询的 也就是这些生活服务的接入 使得整个语音的交互系统 才能体现出智能和服务生活的另一面啊 才更加接地气 整体的使用性也会更加的提高 那么联网能力的接入呢 除了提供这个更出色的语音交互之外 是最大的作用呢 可以说是拯救了已经被智能手机 虐得体无完肤的这个车载导航 这个太关键了 为什么说车载导航普遍都不好用呢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联网能力的缺失 导致这个信息不能够实施的更新 还有这个地图的信息呢 太过于陈旧 所以我们才用手机对吧 而联网能力对于车载导航的影响呢 可以分为三点 第一个呢就是实时路况 第二个呢就是目立地的查询 第三个是地图的更新 那么首先呢 使用路况是在导航当中 实际使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那么是在 它要求设备一直在 一直在线不停地和这个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 来更新路况 来保证被用户选择路径最优的这么一个信息 如果说车机无法联网的话呢 就可能就会出现 给你推荐了一个最早的路线 但同时也是最塞车的路线 这种尴尬的情况 那么接着呢 这个就是目立地的这个数据库的问题 那么用过这个车代导航呢 大家可能都清楚 并不是说 我想要搜哪个目立地 就会出现哪一个 传统的车机导航呢 这种本地端的这种 point of interest的数据呢 其实根本满足不了我们日常的使用 而且呢 它的这个数据的更新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迟缓和陈旧的 那么最后呢 就像广大老司机头疼的地图数据更新 我们记得之前啊 可能一年才去的4S店啊 更新一次这个车里的地图数据 速度慢就不说了吧 还要收费对吧 而且呢 这也是明显落后于时代的事情 所以今天大家才用手机去解决这件事 那么D豪GS呢 在这一代制连型的车型里面呢 内置了一个车机版的这个高的地图 加上联网的功能的完善呢 解决了这三个痛点 OK 就相当于是跟手机一样好用 但是呢 它却整合在了车机里面 那么最终把车机导航 拉回到了和手机导航同一个水平线上 那么经过这几次试用的话呢 可以说与手机版的高的地图 在功能上已经非常接近了 并且利用这种车联网 和万物互联的优势呢 让手机跟车机也可以产生联动 只要把手机的这个高的地图呢 和这个车机里面呢 绑定在一块 设置好家里或者说公司的位置 就会自动同步 这个车机里面 并且呢 在主页就可以直接一键导航 OK 那么操作整个的流程呢 比手机导航那种 解锁打开APP 然后再选择目的地 来得更加直接流畅 这就是说 在车机里面导航 可能会比手机好20% 但是这20% 是一个巨大的用户体验的提升 现在朋友聚会呢 都很喜欢在这个微信里面 直接发个定位 很多时候呢 我们出门之后呢 还要再从一堆聊天记录里边 再把它翻出来 然后再打开手机的APP 进行导航 非常浪费时间 就是说它的步骤非常的多 那么车机版的这个高德呢 是可以直接把受创加功能 也很好的继承了下来 那么收到的位置的话呢 先收藏好 上车之后 直接在车机里面 点击收藏的这个地址 就可以去直接导航了 还可以通过这个路况 来进行这个路径筛选 手机基本上在导航 这个功能上来说 可以放在一边了 OK 那么在导航的过程当中呢 像这些电子狗提醒啊 这个路口放大等等 这些手机上做的 非常成熟的功能 都针对车机进行了 特定的这个相对的优化 那么在体验上呢 可以说是优于 手机版的这个导航的 而且最主要的是 我不需要拿一个支架 来影响整个 我们这个dashboard的这个体验 毕竟手机并不是 一个单独的导航工具啊 一个电话 一个微信 可能就把你的导航给打断 更何况呢 开车的时候 这个操作手机 无论如何 还是有一定危险系数的 而整个这个导航的地图数据呢 更新和这个离线的地图 在4G网络支持之下呢 下载的速度 其实也非常的快 大家现在4G非常普及了 大家应该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以后你可以跟4S店 更新地图这种事情 直接说白白了 对吧 而且我觉得也不符合 现在当下年轻人的 这种生活方式 可以说在导航这件事情上 车载导航确实是 被这智能机 好好教育了一番啊 到今天我们才看到 很多的这个 尤其是这个自主品牌 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 而这次制联型的 这个D豪的GS呢 也搭载了这个车载导航 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可以说给这个车载导航呢 算是扳回一城 除了导航之外 车机要完成第二件大事 就应该是数字音乐 OK 那么同样由于 智能语音和这个司机网络加入 整个车界的娱乐性 也达到了一个 非常高的水平 在这台车的新车里面呢 据说是聚合了 百万的版权音乐 你好 你好 我要听天干物燥 实际体验下来之后 整个音乐库的资源 应该说还是比较丰富 要听流行歌肯定是没有问题 实在拿不定听什么歌的时候呢 这里面有针对不同风格的和场景的这些推荐 和一些歌单 加上收藏和一些下载的功能 相信呢 对于日常我们开车的去欣赏音乐应该没有问题啊 但是对于像我这种听摇滚金属的这种小众音乐的人来说 可能这个数据库还是需要再持续更新一下 除了音乐之外呢 喜马拉雅在这个赛线的广播资源也同样被整合进来了 所以说可以听一些电子书啊 一些音频的内容等等 进一步丰富的整个娱乐资源 流量方面暂时也不用太过担心啊 虽然说不知道以后收费情况怎么样 但是现在每台D豪GS这年轻型都会享有两年的免费流量 OK 两年 两年之后 是不是大家也该换新车了 所以用力玩吧 作为中国品牌的第一款跨界SUV D豪GS的月销量已经突破了1.5万台 可以说在市场上的表现是一直非常强势的 而这次推出的新车型呢 让整车在智能和科技配置方面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毫无疑问是在巩固自己在同级当中的竞争力 个性时尚科技这些年轻消费群体非常喜爱的标签 我相信会成为越来越多汽车厂商和品牌年轻化的一些重点方向 这台D豪GS制联型呢 现在已经开启预定了 无论你跟我一样是喜欢颜值至上的消费倾向 还是更关注科技的配置的软实力 我相信在这个价位上 这台车都是一个非常实在的选择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了 更多科技相关的内容呢 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Zero.com 以及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Zero中国 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订阅号 最后别嫌烦啊 关注一下我的个人微博 OK 好了 下次再见 Peace